大家早安 今天早上呢 我收到福特六合所寄給我的這一封挂號信件 那麼信件的主旨內容呢 就是準備要上課了 這封信件呢 寫的就是顧客的這個關懷行動 其實就是他們原廠的一個主動性的召回 那麼受影響車子呢 基本上就是從2020年3月28號生產 然後一直延續到2021年4月16號生產的這個 Focus 1.5的這顆渦輪增壓引擎 搭配8AT變速箱 都在本次的這個影響範圍 那麼所影響的這個事件呢 就是大家在講的這個ISS感應器的問題 那麼ISS感應器它如果出現問題的話呢 會導致什麼情形 就是你打R檔車子可能會沒有反應 甚至有些時候它是只能用低速檔做行駛 因此呢 這個問題其實算是蠻嚴重的 因為一旦出問題 車子可能會無法移動 就直接叼掐在路中間了 那麼本次的這個召回更換 因為受影響的車輛很多 而且呢 現在受到這個疫情跟晶片短缺的影響 因此福特6盒 本次將會分成兩個P次 來替大家做一個召回的行動 而我的這台小紅Line呢 就是投P 因為我這台車是4月20多號交車的 所以它的生產日期呢 就是在本次這個受影響範圍的這個投P車 也就是說第一批的這個 20.5開始 都是受影響的車輛 那麼第一批的車輛將是以 2020年4月10號到2020年11月30號這個區間 領排的車輛為主 福特6盒預計花3個月的時間 從10月15號開始 到12月底前完成本批次的這個更換動作 所以說如果說各位你的車主是2021年的這個Focus的話 就先不要著急 因為還沒輪到你 你可能要排到明年之後 才有辦法去做這個召回的動作 那當然他們也有說 如果說 你的車雖然是行車2021的 但是人品不好 可能就是在等待召回這個期間發生問題的話呢 福特6盒還是會緊急幫你先做一個優先的更換 但是他們沒有講的 這個召回線他們沒有講的就是 如果說這中間不小心壞掉的這個車主 他叼掐做拖車這些費用呢 到底是該由誰來承擔 我覺得這個 因為IS感應器這個問題呢 如果說車主在路上叼掐 或是說要叫拖車 那這些費用啊 福特6盒他們應該也要釋出誠意來做一個吸收 或是說 找合作配合的這個拖掉廠商 來做一個執行拖回的動作 對於車主來講會是比較好的 因為有很多車主 在社團上的案例都是 他們車屌恰但是卻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甚至連拖掉車該怎麼叫呢 都是一個煩惱的問題 所以說這個我覺得是可以在加強的部分啦 或是可以在解釋清楚的部分 那麼在這封信件上也講呢 本次的這個招回呢 補償就是一次免費的換油啦 他會給你一個機油與機油心的保養 讓你在下次回場的時候可以使用 所以說本次的這個 ISS感應器的問題啊 社團上已經爆了好幾起 但是到現在福特6盒終於才出面來處理 希望這個延遲的時間啊 是因為他們找到了這個感應器的問題 或是說真的已經更新了這個料件 所以才做一個招回 而不要就是更換完之後呢 問題還是依舊 那也希望這次的這個招回行動啊 可以快點順利一點把它完成起來 那因為我是投P車 所以我應該會蠻早就被通知到 到時候如果回場去做這個招回更換呢 我也會再幫大家記錄一下這個過程 那總體而言呢 如果說你的車輛 再聽一次喔 你的車輛若是3月28到4月16號之間的這個 Focus 1.5渦輪增壓 搭配8AT的這個車款呢 就趕快留意你自己是否收到這個掛號信件 或是有客服的這個電話 這次的招回會由福特他們官方 統一打電話給各位車主 然後跟你約回去的時間 因為剛剛我打電話去我的服務廠詢問 他們是說他們沒辦法幫我安排 是要等上面幫我打電話安排好之後呢 再決定我什麼時候回場 OK好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這個 招回通知給大家知道一下 如果說大家也是受影響範圍車主 趕快留意一下自己的這個權益不要給他受損了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掰掰 師父本希望回到這裡 從不跟在這排的話 我們下次聽到 我們下次再見 來吧 我們下次見 會不會再 чуть 今天